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令人非常的感慨 那麼長包括守進青 包括國民黨兩位立委 廖國動陳超明因坐著求車 那麼管理台北看守所 裡面沒冷氣 然後他們要趕走 要檢查他們有沒有義務 那麼接下來要面對非常 這個嚴峻的這種法院的過程 接下來很可能要被判刑 那麼重罪 謝金河今天提醒小英總統 貪腐通常會發生在總統的第二任 要他特別的小心 除此之外 他提醒小英總統 好好注意金融航庫的問題 我相信謝金河這樣說 不是亂講的 那麼他說 比方說 比方說潤飲炸代案 遠航張剛偉的超代案 其實都有蛛絲馬跡可循 意思就是可能不會這樣而已 好像還有大案子 小英總統今天也說 他說2008年民進黨給人家貼上了貪腐的印象 民進黨漲漲用了非常長的時間 才甩去這個標籤 那麼現在希望 他說這不是貼徵 這也是最嚴厲的警告 大家切莫置物 公虧一虧 那這樣 台灣的民主法 台灣的本土政權就會失去 這不只是幾個立委關起來的問題 這是對民進黨 這個清廉勤政愛鄉土 這種形象的摧毀 政權失去以後 可能所謂的本土政權就沒了 這個影響非常的重大 那麼這個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說所謂民進黨這個立委 掛的標是這個超級名表 是有影響還是不影響 說他的出手非常的大風 說他打馬刀 這個是打很大的 他的財產 這幾年增加很多 但是民進黨都不知道嗎 那除此之外 時代力量 徐永明今天宣佈退黨 那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另外是在美中的部分 其實這個對抗的這個情勢 是越來越激烈 美國打算不買 中國派美國的記者簽證 所以說中國放話說 那他們就會猛烈報復 到底會怎麼猛烈報復呢 那麼美國決定要封殺這個抖音 那這個事情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美國決定派衛生部長訪問台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意義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有民進黨的立委 王定宇 王委員 洪宜大哥大家好 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洪宜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陳東豪 大家好 另外是律師陳軍委 陳律師 洪宜大哥好 那麼另外是激進黨的立法委員 陳柏惟 陳委員 大家好 謝謝 以及國民黨新北市的市議員 葉元支 洪宜哥好 大家好 等一下還有台灣國際法學會的 副明事長林廷輝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善後支會加入 那麼這個是不勝唏嘘 蘇鎮清 廖國棟 陳超明 立委做好好 結果募集出來 涉嫌貪污 台北地方委員裁定 駕壓進見 後 沾枚送去台北看收縮 三個人 在這個房舍內度過第一晚 第一晚沒有冷氣 但是很睡 因為太累了 早上起床以後 夾筍絲炒肉絲 那麼胃口道說大家還不錯 那依規定不論身份怎麼樣 所有的收容人進入北所 先要確認人別 然後再來就是要脫光衣物 深入的安全檢查 防止夾帶偽禁物品 檢查有沒有外傷等 那麼今天上午進行健康檢查 好 那麼後來他們就被關進了 這一個房舍裡面去了 來 我們來看布希 聽到記者問話 蘇正清頭也不回快步 上了球車 搜狗湯1 包含三名立委 一共七名被告遭到收押警戒 立委廖國棟隨頭喪氣 可以用外套遮住上銬的雙手 無法接受擠壓裁定的還有他 立委陳超明傳出情緒失控 總在北院大聲咆哮 從走上球車的這一刻開始 他們徹底失去自由 林河龍家屬一早就趕到北所 但因為他遭到禁見 無法探視 不論是立委助理還是大老闆 進了看守所都不在 享有特權 蘇正清的編號是2976 廖國棟則是2977 七人被隔離在不同房間 各有兩到三名室友 不過週二北所剛好有提供熱水 讓後神師待了四天的七人 可以稍作盥洗再飽餐一頓 第二趟萬一共七名被告遭到收押 他們來到台北看守所 吃的菜色也受到關注 有趣的是第一碗到隔天上午的早餐 都有竹筍配上肉絲這道菜 北所第一碗的菜色有竹筍炒肉絲 紅燒肉根炒小黃瓜根酸辣湯 隔天則是筍絲肉絲粥跟牛蚌絲 不過兩餐都有筍絲肉絲 有著挨打的含義也引發外界討論 他就跟一般收入人入所的 新收作業成績一樣 他還是要做人身跟身體 跟人身的檢查 換裝我們本所的收入人的制服 然後入社 入到社房 那入到社房之後 情緒反應都還蠻好的 北所表示七名被告 沒有特殊需求狀況都還算正常 但就算吃得好睡得好 從國會議員沦為截下球恐怕也很難馬上適應 這個基建黨的陳柏惟委員是第一次 沒有啦 扛高我沒有關係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 我說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看這有什麼感想嗎 難道不可以走 對啦 因為這個實在是人民 對你的氣態這麼高 希望你可以作為民意代表來做事 那發生這些事件 我想影響的不是個人和家庭 是會的選民 他們投給你的動作 不管是坐隔壁回到屏東 還是會鄉下政黨票的動作 其實都會申請一個很不好的效果 就是對政治失望 所以這是專民性的事情 過去我們都說新時代政治人物 就是要觸到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但是我們不斷不斷 如果一直補發這些事情 實在是會對這個政府的信任感越來越低 那我相信我們的經濟 這個經濟在心 你會覺得說這個社會 好像對國民黨比較沒有要求 但是對民進黨要求很大 原資你看每天在網路鬧笑話 沒有人會覺得他那是 他那是沒有政黨的就笑笑 尤其選舉之後 大家都知道選舉議員 但我們一句話說不到就放大了 如果有欺負 我想這就是... 有什麼 我認為是這樣 過去 古時代這個概念時代一直到降時 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控制 國民黨控制 控制國會控制多久 控制八十八年 而且那個時候 對立法院的要求 在訓政時期 北伐政府的時期 國民黨這個 我可能比業員資更清楚 國民黨他的立法委員 選舉條件是什麼 你知道嗎 第一對國民黨重生 第二不能賣國民黨的拍位 第三更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專業 只要你對國民黨重生 你要學生 要外交 要用政治的管理 四萬換一塊 不用戰士受天證 要三四五前主 和地主 全部都跟那個 保護人民 這都可以用政治的管理 那不是黨府 那是直接用政治的方式 把你的東西拿給別人 那漸漸漸漸到現在 大家開始擔心說 你民主時代我換人 我就是要換一個好的 所以大家開始對 中國國民黨不期待 但是對民進黨不一樣 你青年情政愛想圖 你自己說的 所以大家對他要求比較高 那再來 我要用一個很簡單的比例 國民黨一百幾歲 幾頭都白頭髮 假設 端午是白頭髮好了 幾頭都白頭髮 剩兩支沒人有感覺 民進黨三十四歲 幾頭五更五更 換兩支白頭髮 你這是怎樣 要換老安 時代力量只有五支問 兩支退黨 一支換八 哇 你怎麼這麼小 三歲的 我白頭髮 我還在吃冷水 一支而已 我如果一支都變百分之百 設案 所以對人民對他的方法不一樣 以及其他不一樣 我想是反映在這次事件 對不一樣正當的反映 好 來我們再看今天最新的新聞 這是蘋果日報剛剛寫的 說蘇貞清已經被檢調監聽至少兩年 發現他涉案不只收購案一樁 證實全案還有未爆彈 因此蘇貞清被收押 禁見之後 不少政商名流現在揣著彈 還擔心遭到牽連 檢調監聽蘇貞清至少兩年 發現他獨很大 他真的要拔 拔很大 如果要打麻將 而且最多打十萬多 這裡有人打麻將嗎 這裡有沒有人 都沒有人會打麻將 那個葉恩是很厲害 昨天天他算台書 算到非常厲害 我會打但沒有很常打 那蘇貞清他打這麼大 因為我昨天說他打一萬多 一萬多就很大 一萬多就很大 一萬多已經很大 因為一萬多還要加上台的話 搞不好他一把就十幾二十萬 那有人講五萬多 然後現在還十萬多 那如果是十萬多的話 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輸贏就一部車 一把 打起來不是都在發抖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蘇貞清 蘇貞清關一遍 這種沒有辦法跟他求證 你知道嗎 現在雖一人下 雖一人下 他一直打一直打 就是說當你一步錯的時候 雖一人打你聽到沒有 然後那個形象就開始垮 這個事情很恐怖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真的打十萬底 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現在新聞出來 最高打十萬底 數贏動輒上百萬 數贏動輒上百萬 而且牌甲裡面有不少是政商名流 甚至還有連演藝圈的大咖 及知名飯店的老闆 這個 這樣 這個十萬底大小 通常伯母唱都輸二十底下去輸 什麼輸二十底下去輸 意思就是說你打十萬底 你大概要準備兩百萬 那我想請教一下東豪兄 聽說他要戴名表是真的假的 現在聽起來是這樣子 其實戴名表本來是無所謂 你如果自己有那個收入 可是我剛才忍不住 還是要去看一下蘇貞卿 第一次當立委兩千零九年申報的時候 現金不到一百萬 這個不用寫 債務三百三十二萬 他有一張高爾夫求證七十六萬 扣掉以後保險一百四十三萬 你去想 都要插個話好不好 你如果借務三百幾萬 存款一百多萬 沒有人會去買求證七十六萬 沒什麼人可能負責三百幾萬 沒存款 結果要去買一支求證七十六萬 經過十年後 他只憲主席存款七千五百幾萬 七千五百幾萬 七千五百幾萬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一樣 他以前開的車很固埋 後來玩BMW重機 他要申報 申報不怕 工藝人申報 幾CC的在嗎 一千多 一千多CC 一千多可能BMW要百幾萬 你會想 你有七千幾萬的時候 說是比較白的 手錶真的會用白的 他是掛什麼標 現在看不出來 文明大哥這邊有圖有真相 因為蘇貞欣有來過我們節目 奇怪你會對民進黨都很清楚 這個時候沒關係 有一次蘇貞欣有來我們節目 那他的表被大家看到 有溫朗東注意 溫朗東說你看這支表是真實力 市值大概二十三萬左右 那溫朗東 是哪一支表 這支啊 溫朗東說真實力 那他為什麼說他會注意他的表 是因為正常來講 財產申報如果超過二十萬 你要申報 像剛剛講的嘛 要申報 可是在蘇貞欣的財產申報裡面 看不到任何一支表 代表說這可能表 是不是人家借他的 還是什麼 旁邊那個卡蒂亞我看得懂 那這一支 這一支的話是另外 他出席什麼活動 卡蒂亞也是二十幾萬 然後這一支 後來大家就是鋪天開地去找他的表 你要太久賺沒賺 那這一支是佩納海 是他那時候跟許淑華有衝突 然後還有像這個萬國表啊 AP表啊 萬國算是裡面比較便宜的 所以人家這樣算起來 大概有一兩百萬左右 就是光表 就大概一兩百萬左右 我跟你講如果他真的有 這五支表 他有掛五支表 拿到嗎 就是有大家有拍到的 如果他真的有AP 他出席各市場合拍到的 不同的表 有人算過大概就上百萬 光手錶就上 我講一下喔 如果他真的有AP 有艾比德的話 應該要百萬起跳 萬國是比較便宜的 因為我們自己當記者同意的 就有人買萬國表 萬國表大概十萬 十萬以上 十一萬多就有了 還有一支是什麼 佩納海 水果 佩納海是這十年來非常紅的一支手錶 大概二十萬 十幾二十萬 一直到一百多都可以有 就看他是什麼樣的 卡在那裡一定過 卡在那裡的表不便宜 一支也幾十萬 你沒有幾十萬 十萬 十萬起票 最起碼都幾十五十萬 來 那我再請教 在座各位有超過五支不同 手錶的請舉手 沒有 只有一支的請舉手 兩個 兩支 兩個 三支 三支 我還有手機算不算 對 那我意思是說 蘇貞卿毫不避諱 他的薪水一個月是五支十萬 五支不同的錶 對 一支錶都要幾十萬 這個事情就有蹊蹭了 對啊 這個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要對聯能真的好好的檢討 我們民進黨就要面對現實 可是戴手錶 平常看不出來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建立一個制度 就是說 十年從現金不用申報 到申報出七千五百萬 十年的時間 這個 這個是民進黨內控可以注意 因為這個增加的不尋常 你對於說什麼 例如說你價錢 家裡老大人貴心 家裡 家裡有餐廳有什麼 因為 因為都市化的關係 你如果價錢來 這就說過了 是 你如果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忍不住他講一句話 為什麼蘇貞全更得倒楣 一殺截 蘇貞卿今天能夠能夠從政 就是因為蘇貞全 我覺得很恐怖 你真的沒有人 沒人聽你說話 只能夾一隻標子 你出來 你出來立法 你跟人抗爭的時候 人家是夾你的標子 難道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有多重要嗎 我昨天看到這三個立委被壓上球車 就像一個氣球消風 因為他們過的生活 跟他們現在的生活是天差地別 我相信他們坐高鐵 一定都是坐商務艙 每天晚上都是去這種高級的餐廳吃飯 現在吃竹筍炒肉吃 他的室友一定會嘲笑他 本來是個堂堂的立委 國會議員諮詢官員 你看我們今天看到了 當初為了這個收購案 跟對經濟部官員的那種延遲的這種辱罵 現在跟這些被關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咎由自取 那蘇聯青也曾經就在我們的節目出現 那今天看到他在球車上 我覺得真的過去膽大妄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為什麼很多的 跟當初跟他打麻將的人 你現在就要講他膽大妄為嗎 從這些看起來難道還不膽大妄為嗎 直接介入這麼多的政府這麼多的案子 然後剛剛講說已經監聽兩年多了 還有很多衛報彈還沒有出來 但為什麼他敢這樣 因為有靠山 靠山是誰 蘇嘉全 蘇嘉全為了要讓這個直指 對不對 要讓他成為不分區 橫財入罩 一定要自己退 以退為進 自己不當不分區的 連院長都不幹 本來是立法院長 五院之首 連這個都不幹 就要把蘇貞欽拱進民進黨不分區 你想想看 保護他對蘇貞欽多麼的照顧 他連自己的院長都不要 這比照顧兒子還 可能還有過之我不急 對他給你這麼多厚愛 這麼樣的支持他 結果他今天竟然是做出這樣的行為 而且蘇貞欽全部 全部的財產增加 都是二零一六年以後的事情 對 所以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對啊 兩千零九年存款不用申報 到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就已經五百五十萬了 好 可是零到五百五十萬 他不是真的零 只是說錢不是很多 這個 這個都還可以接受 就是說你可能 可是你從五百五跳到一千多 那個速度很快 然後一千 兩千 四千變七千多 他每年在翻倍 像是Case 那個小Case 你要注意看股票 對 他就是紀錄會上市股票 他碰的都是有經營權的問題 那些股票只有面額是一億多 對啊 不過他說是代詞的 這奇怪 他後來他申報自己 他也有申報說有的代詞 有一家位上位上貴的 不軟的 然後你注意看 其實 可是因為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案子大家後續還要觀察 你如果看昨天的反應 陳昭平是本來脾氣就不好 如果我是檢調單位的破口會在這裡 為什麼 他最沮喪 廖國棟最沮喪 然後現在大家開玩笑說 廖國棟的助理 辦公室主任 收得比他還漂亮 什麼叫收得比他還漂亮 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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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錢更漂亮 人家得七十萬去買 進口車 每天是世上爬著爬著爬著 七十萬要怎麼買進口車 不知道 搞不好人家給他打折還是怎樣 金額 金額都還沒完全接 然後蘇貞欽 不過蘇貞欽的新防是比較強 如果你看這三個人 陳昭平 因為一百萬 這個他還敢 還會沉著一段時間 蘇貞欽金額最大 被監聽最久 最早換手機的也是他 所以民進黨對蘇貞欽的事情要嚴肅看待 不管後面蘇貞欽會扯出誰 不管他要扯出什麼樣的事情 你多少心理準備 可是除惡物禁 這就不是 你不是等到他判刑定驗 可是你要把事情有機會打開來 破口一定是他 當一個人這兩天 大概檢察官還會讓他稍微平靜一下 因為你看得出來 廖國棟 廖國棟是異性 說實在 如果他沒做立委 要賺錢也OK 對 他本來還準備要交棒給他兒子 現在再團出去 我不知道他的原住民選區會怎麼樣反應 可是你就整個情緒上來講 這三個人的心理建設裡面 他最強 他最不在乎 廖國棟最脆弱 如果廖國棟被突破 如果真的願意出來講 認罪 那很多事情會比較好 其實謝金河他這幾年來對小英的執政 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這關 他是很支持的 可是他現在看到他特別提到了那個 遠航的張剛偉的操代案 他特別提到易英的董事長廖燦昌 這個人是大有問題的 他跟這個案子的關係 而他當初是因為慶富案而落馬 後來他去擔任一家保家集團的顧問 結果後來又變成易營的董事長 而原本的董事長是這個董瑞斌 董瑞斌的績效能力形象很好 非常好 結果換了一個廖山昌 那他背後是誰 是誰用政治力去這樣子把這個人馬 好的人馬換下 換下一個有正義的 那今天我覺得謝金河 他也在警告蔡英文政府 這種事情也要去查 不然民眾會非常失望 這個其實在警告的是蘇貞昌 因為當時的這個 謝金河你警告蘇貞昌 當然因為 因為你如果注意看 我先講一下這幾個案子 潤影遠航到慶富 這三件都是在馬總統 這三件我現在不確定潤影 我插個話 我告訴你 我在節目 廣播節目面上 我說幾個便 我拜託交通部長林佳龍 你千萬五千 雄姓張崗瑞 結果有人要拿他 要給他紓困那麼多錢 然後以公股航庫這些人講 你像遠航這種案子 正常狀況沒有人敢做 所以這個一定有上投政策指示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在馬政府時代行政院的事情 結果你看 因為你用了這個人 被起訴的時候 被查的時候 一斤肉掌 你把馬英九時代的事情 背到自己身上 用的人為什麼這樣用 當你成功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 這個就像投資一樣 我們壓住 我們贏了 所以我大賺一筆 這是更恐怖的觀念 面對立委收賄 總統再度表達嚴正態度 不要把從政當作 大賺一筆的投資生意 但立委捲入收賄案 實際懲戒卻很有限 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要走啊 走啊 捲入收賄案的立委 現在三名遭到收押禁見 創下立法院二到十會期來首例 儘管兩黨都祭出平權處分 但依照公職懸罷法 立委就算被判刑有罪 只要沒尺度公權 就不需解職 也不用補選 地方議員相待 卻只要判刑定案 就立刻解職 下場差很大 副昆琦 加油 副昆琦 加油 立委副昆琦 因為潮谷案日間 人都已經被關了 還保有立委身份 還能繼續領清水 正是因為沒有尺度公權 還能幫自己辦特件單 貪污收賄案通常纏送多年 等到定案 立委一任任期早就結束 接下來三年立委任期 恐怕還是爽領薪水 更能保有食味 這個當然是說 如果以全國的名義 覺得說 事實上都應該有移植標 那我也是贊成選法 是如何落實廉政的自我要求 以符合社會的期待 這個時候去談論任何政治職務 都背離社會大眾的期待 因為社會大眾要看到的 執政黨如何能確保 不會因為擁有權力而腐化 公職權包法由立法院立法 卻變成立委變相自肥 官以律己 也以待人 隨著收賄案越捕越大 面對不合理的懲戒機制 恐怕也到了檢討時刻 其實以我們年輕人的觀點來看 我們在二零一六二零二零 我們其實都是小營 所以說看到蘇正清 這是民進黨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禮物 現在發生這個事情 其實以年輕人的角度 包括我們律師 我們年輕人 其實都是很難過 就是說一個立委 你身為這麼高的一個位置 那你可以掌握這麼多權力 那你今天怎麼可能會爆出這樣的東西 那你自己真的是應該好好檢討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件事 羈押 重點是說羈押 羈押 它不是指判決有罪 它是指你可能有竄證 你可能是有逃亡之餘 所以在還沒有罪判決確定之前 到底蘇正清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還需要檢調再進一步的追查 那我拿這個表 就是重點跟大家講 蘇正清是我們這一次收押的 所有的有爭議的立委一起集 他是被他 他是收賄最多 他是兩千萬 而且他的所犯的罪 蘇正清你看 他是這個涉案罪名 也是違背職務收賄罪 他跟徐永明是不一樣 徐永明 不是我們在幫他說話 就是說依照法條而言 徐永明他是這一個 他是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而且他只有契約 這是什麼意思 我來解釋 什麼叫違背職務 什麼叫不違背職務 立法委員有他的法定職權 那阿畢我們都知道 那時候有一個辯論就是說 到底是實質影響力 還是法定職權說 這是你的範圍內該做 然後你卻違背你該做的 比如說施壓 蘇正清就被監聽到 他有施壓官員 施壓就是違背職務 違背職務 就是無期徒刑 撕虈上有這種徒刑 你有這個關系 結果你用這個關系去開 那就是無期徒刑 十當以上 不違背職務 藝術 十當以上 寄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 最當可以告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 法律上是要拐三十年 才能出来 所以拐到嘴巴都流了 都白了 那不违背职务 什么意思 不违背职务 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去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公司法 修法 到底这件事情 是不是立委 本来就应该去做 这个就是头大 如果是经济委员会 对啊 经济委员会 但是你本来不该修 你却修了 或本来不修 然后你又要修了 就是你违反了 你该做的事情 这个就有可能是违背职务 就是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如果最后讨论出来 公司法修法 他是本来就该修的 但有可能就变成不违背职务 这是重点 我補充就说 那当中有一个中文名的贪污案 叫中医师联合行贿案 我们是处理过里面的一个立委 冯姓立委他已经过世了 当时候就是在讨论这件事 到底中医师联合会有给这个立委 有没有金流 有金流 但是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去推动 因为当时候中医师是没有调剂权 你去看中医 看完之后 中医师他请你去西医 再去配药 因为医药分业 所以就造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中医师联合会 他们就希望可以有调剂权 他看后可以开药了就对了 那检察官当然一定认为你是违背职务 你凭什么做这个修法 可是我们在 当然在人民或律师官 你会认为是不违背职务 所以今天重点就是在 你觉得苏政卿比判刑的机会多少 如果以现在检调掌握的证据 我们说证据大概贪污罪 大概有什么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监听监听一文已经蛮清楚 他是有施压 第二个他还有去开很多相关的公听会 所以他被判有罪的确定 我们觉得是是偏高的 機率是高的 是高的 我这个我我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你因为还没起诉 可是如果要做機率 他来讲因为他有传简讯给李恒隆 然后提供人头账户 那因为这个这个发生的时间 大概在二零一六年以后了 那或者所以呢 你既然有支票 应该都已经兑现了 所以这种东西是死的 不要跑不掉 那在民党执政以前 二零一四二零一五就已经有了 也就是说立委 如果你单纯接受承情 不要有金钱的往来 没有问题 可是你只要有金钱的往来 你就会有金流 更何况他还搞到一千万 那其实这个事情 我还是忍不住要啰嗦一下 民进党应该要记住二零零八年 你是怎么死的 死了不够了 所有的一切就是从收购 这四个字开始 那是经营权 比阿扁的那时候 你就去夾那些经营权的事情 然后整个事情 大家应该印象深刻 后来就变成有有发票 发票你还可以说是因为国务基調会需要需要那个那个 你后来搞到团购 那你如果回想那个过去 你看到收购这四个字的时候 你不小心吗 你还会有人会笨到去碰 苏正清自己笨 我还是忍不住要讲一下苏家全 这一定 经济部位官员被施压 你都不知道 苏家全不是第一天从政 如果不是个立法院院长 苏正清凭什么叫官员去办公室法站 苏正清凭什么搞那么多事情 不是只有这一件 然后苏家全你会说 我不知道 官長做过的人 做会董的秘书庄 做立法院院庄 你自己会在哪里 你要两手一胎 他五十几岁的人 政治可以这个样子吗 所以民进党要很严肃看待这个状况 苏正清是给民进党一个警告 小英的第二任 如果你这时候不能把一些内控机制做好 苏正清不会是最后一个 昨天被押苏正清 廖国栋 陈超敏 其实按照他们自己本身规划 都要离开立法院 两个要去选县长 然后一个是要交棒 所以看到这样真的是不勝唏嘘 那今天有个消息出来 说法官查到 说苏正清跟廖国栋 长期施压经济部 居然叫经济部的公务人员去罚站 说不听他的话居然叫罚站 到办公室去罚站 就是可能就到办公室罚站 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可能就是叫他们去罚站 就是长期施压 非常夸张 那我们现在看到 最近大家都去看财产申报 现在财产申报 监察院那个网站非常热门 很多人都去查不同人的财产申报 那财产申报 现在到底有没有意义 因为刚刚洪哥你有讲到立委的薪水 我刚去看一下立委一个月是零十九万 那可是你居然可以带那么贵的表 而且书正清在屏东 因为我刚刚讲他要选县长 其实他的服务处的华费是非常高 他是平北的立委 可是他整个屏东县都有设据点 包括恒春半岛 屏南部分也都有设 那我们就很简单来算 比如说一个据点 假设他二十个据点 一个据点一个工作人员三万块来算 他一个月就六十万人工作人员支出 那你还要租金 你一个月等于是工作人员的支出 服务费就要一百万左右 那这些钱你是从哪里来 那我知道陈伯也有很多助理 但是陈伯也有激进党的益助 所以他比较轻松 那如果民进党没有去益助 苏正清的话 他的钱是从哪里 这个这个我差 我刚才听到现在 我觉得民党就是要检讨 但是王伟 等你稍微的时间努力好不好 我先进一下广告 好来 先休息一下 现在说他们这个立法委员在拿钱的手法有多么的荒谬 多么的恐怖 说立委含助理开这台车 然后李显龙他们开一台车 没法发现 所以李显龙的钱 对这边的堂子 总得丟过这边的堂子 怎么打下去 我说这个是在演谍报片吗 好来 我们来看美食 无党籍立委赵振宇 揍出法庭时难掩眷容 不过他却是国会谈问中 最早离开北院的现任立委 家里疑似搜到九百多万的现金 却只单单一百万元交保 让北检紧急提出抗告 因为检调人员更发现 他的助理很敢要 受惠行为相当夸张 检调人员搜证发现 有一天是赵振宇的助理开车出门 而掰手套郭克敏的助理 就直接从他车窗的缝隙 塞了一个纸袋 而这个纸袋 后来也在赵振宇的家中 被搜了出来 发现里头中有九百二十万元 另外苏正清则是在中山区 高档的日式餐厅 被拍下多次和前太流董 做李恒隆密会 而廖国栋则是直接和白手套 郭克敏相约 交付一卡皮箱 遭大楼监视器录下 成为铁证 检方除了掌握金流 长期的通讯监察 也听到涉案人士 蒋汉前有关的相关铁证 只是本来去年七月 北检就要出手 却碰上这件事 司业案打乱立委 特务案的进度 到了今年初 又碰上疫情影响 才会一直拖到今年八月 趁着两次临时会之间的空档 发动搜索 这次的深压庭 陈审法官是由北院 刘德华称号的朱家义 麻辣搜市的问讯 要看的卷又多 一天只睡三到五个小时 下庭之后他也坦言压力很大 想好好休息 一口气收押了七名被告 其中三名还是现任立委 接下来就得好好面对 一连串的侦查行动 所作所为 都得摊在阳光底下 我今天刚好开中常会 那蔡英文总统 跟我们一起开 突然间她就是静静地 跟我们讲了一段话 她说我们上一次执政的八年 也因为贪腐的形象 民进党几乎一蹶不振 这个教训要记取下来 虽然事后有很多同志被判无罪 民进党还是花了八年的时间 才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这个信任要珍惜 所以他还讲了一些话 他讲民进党不可以重蹈覆车 所以要采取比法律更高的廉政规章 所以刚才我印象是东豪讲的 你这些立委从第一年第二年 你的财产申报的浮动 如果有异常的话 以前没人去关系 我一定会把这意见带回廉政委员会 列进去 而且本来民进党的廉政委员会 没有掉他全 我们担任民进党的公职 自己就要签署 我同意你去调我的资料 去看你的财产 有没有异常的变动 有异常的变动 约来谈 提早控管 那所以社会各界 如果认为有什么事情 可以有效的做评管的 批评民进党提供意见 因为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第二个 这些现在被收押的人 还没有定罪 甚至于我看到特定 透过媒体放出来的消息 真真假假 金额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 那个甚至于刚才我要提醒原知 他人不在 他做错事了 苏正清绝对有做错事 纵使没有判有罪 我们可以批评他 但是因为他不在场 要跟人检 要检查那些有证据的 不要检查那些没证据的 我没有拿他说话 就像你也没办法 用没有证据的事情 去指控他一样 所以民进党现在要处理的是 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大事情 那就我们看起来 光收购这一个行贿案 以李恒隆说的一亿六千万 还有一亿三千万去向不明 所以一定还会有 还会有人要把他引出来 第二个 对于个别委员 是不是还有别的案有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北浅也要赶快查 在查的时候要全面的查 把他查清楚 而不是现在透过一点点 一点点的 那有这个事情跟没有这个事情 跟他有罪无罪也许无关 可是你就把这些被告 通通贴上标签之后 他连变白的变薄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自己是立法委员 我自己的办公室 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们的 我觉得有些制度就是 助理的来源很重要 不用一个助理不要贴 第二个 往来的对象很重要 不该吃的饭不要去吃 不该参加的研讨会不要参加 你这些东西 在自己的用人标准上 可以自我要求 然后再透过他律 立法院有没有内部的要求 如果没有 至少我们自己的政党 做得严格一点 让每个从政的人知道 你随时会被俩包 这个才有办法遏止 但是这些社会不可能都不坏人 那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说 这些委员 我先不用党派来讲 这些委员都位居要职 党团的大干部 书记长 干事长 这么重要的干部 这些部长看到你 都要敬重三分 结果你在推动政务的时候 在推动修法的时候 后面有收钱 你怎么跟百姓交代 你怎么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法是公平的 我这个法是对百姓好的 我借宏仪大哥这部一开始 看到没有 你做的时候是被收压起来 就是很多人跟你扔 每一个公司人员 每一个当乡长 政长代表 议员 立委 县市首长 到总统 如果有一天 你低着头戴着手铐 走进球车以后 虽然站了 人家说你是 握那个标案2000万 2000万 人家说你外面 高三百的钱 就三百的钱了 人家说你外面 有一百的药物资 一百的药物资 打个蚂子 一块是十万 我一块 我从一万的听到 只十万了 而且讲的那些 都国民党的议员 根本跟他也不熟 有新闻报道的 新闻报道来 我补充一个就好 补充一个就好 就是最近有一个影片 也是在网路上面传 因为去年的时候 苏正清被他对手指控 就是涉入陈美才的掏空案 那他就在他的竞选服务处 跟东隆公的温王爷发誓 就是这个发誓 那这段影片现在也在传 因为他在发誓 就是说如果他有涉入 任何步伐的话 他退出政坛 那不过我觉得国民党 也没有落井下石 国民党就是说 神明之有攻断 但是网友 有没有落井下石 我把它讲完就是说 有些教训 如果受网的人我觉得比判刑更严重 抓去看我们面对折磨 面对威胁容易 面对诱惑难 有一天你哭 虽然人家跟你说的时候 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支持者 跟你的重要干部 大家都头雷雷 抓不上 那个是无法 无法回复的 哪怕又判你无罪 所以我感觉这个要引起来当教训 王委員 我说一下 我感觉民进党不能说结尾 就说出事了 我们讲一些好听话 那不行 我随便举例 苏正清的财产 他报的有报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他的财产在这个之上 因为只会少报 不会多报 对不对 正常是这样子 一二年五百几万 一三年四百几万 一四年五百几万 一五年六百几万 结果一六年 民进党之前 一千五百八十四万 二零一七年 两千一百几万 二零一八年四千三百八八万 二零一九年七千五百几万 这是存款 现金的存款 若是民进党真的要拿名 还是说真的有人会去 立委嘛 你立委总是要看看 他财产怎么会这样 增加这么多 这个时候就早来问了 对不对 第二这是全看而已 他的股票 他的股票 这个有一点六亿 他有什么呢 他有这个俊宏光电 一千一百三十万 果的意思 一万一千三百兆 你要知道这股票有多少 但是怎么说 价值一亿一千三百万 不拿 为什么 因为他面额 台积电也是面额十块 台积电现在四百块 再看 他又持有华原生活科技 四百八十五万果的意思就是 有四千八百五十兆的股票 面额十块 市价多少 我不知道 责定市价是五十块 就要乘以五倍 乘以五倍的意思 有两亿五倍 多少我不知道 只有这面额的股票加起来 一千六千几万 一千六千几万 还有他的准化 还有他的什么 还有他八千平的土地 你知道吗 这是他报的而已 老实说 有的股票没报 我们不知道 我判断还有没报的 他说 苏正清 监察院有报 他的借务两亿多 像一个立委 没有做生理 是怎么借务两亿多 不知道 他在做多大生理 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说四人贷款 一亿五千万 你去给市民 就一亿五 抱歉 你一亿十九万 你如果跟这个借务 那五 你要怎么付利息 其他都是跟小孩借务 小孩借务 要太两亿 你现在这个利息 你一年要多少 施明德讲过一句名言 忍受苦痛意 抗拒诱惑难 苦痛我们在忍受的时候 很容易 相对容易 但是诱惑要拒绝很难 我觉得过去民进党的 廉政委员会 他是一个 比如说 我在那边出了事情 我们再来廉政委员会来讨论 那是消极的处理 事后 事后 因为他没有公权力 对 他没有公权力 那现在你可能要更积极 主动要去调查 即便你没有司法公权力 但是你要求党员 特别是已经当上立委的 或者是政务官员 你们有义务 要坦白你们的财产 因为这变成说是会爆弹 你现在赶快先解决是什么 相关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至少要求你 你要把你的财产全部 就全部了 对 就是全部 总统已经要求研究 那我觉得刚才这个是很好idea 就是我当委员 依法律 我没有必要接受你的调查 对 但我就要窃解 你就不要当委员 你就不要做 就不用被提名 法律期将要定定一个 叫财产来源不明罪 那我会说如果法律 是这么高的道德标准 我们党 民进党党内 是不是应该也要 联政这个标准 至少也要 绿色也讲 我们的法律其实有缺陷 那要改掉 就是说它是你要涉及贪污 才有财产来源 说明的责任 那在政党的联政 应该比它更高 你的所得 跟你的财富的增加 显不相当 所以联政委员会 应该每个月定期要抽查 对 管长 对 以完留意 而且做越大的 要抽查比例越高 这个我们会建议 联政委员把它设定下来 所以要被提名前要窃解 至于刚才有提到一个 就是义淫这个人事案 我觉得这也是个重要 不管谢金河有没有提醒 虽然远航的掏空案 跟庆富案 都是发生在马政府 你又用了当时那个董事长 这个事情就要把它清查出来 OK 好 小英讲的那个话 太有道理了 那个道理就是说 如果再失去人民的信任 人民感觉民进党贪污 哇 这事情大条 政权帮他 政权帮他意思是什么 就是台湾本土政权作为帮 没错 你看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帮你对 印象公 他就都打那个标 结果那标有那么重要 时间有不一樣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 正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